首先的話,上禮拜主要的重點就是在講有關年曆的範例 總共的話會有幾個部分 第一個的話就是我們這個年曆部分的話 我希望我如果有第一天的話 我希望讓它產生其他天 其他天當然我們用了幾個函數 包含就是說用Eday Eday的話特別是相隔幾個月 它只能針對月份 因為其實最麻煩其實還是月份部分 再來的話就是說 這個底下的天數其實日期我前面講過 它其實記錄在Excel裡面就是一個數字 一個整數 那你把它加1就可以了 只是說加1之後你像它填滿 2月這個地方會出現什麼 出現3月1號 然後3月2號 所以如果你不希望它出現的話 那我們可以用邏輯判斷 判斷說它月份是不是不一樣 然後再去做什麼 把資料刪除 那當然刪除資料的話 3月1號資料不顯示啦 不過它下面資料會發生錯誤 那我們再利用ifl 就把它這個錯誤訊息 把它去掉 大致上原則上這個公式就做出來 那做出來之後的話呢 我們就是在把禮拜六 禮拜天做格式化 那格式化的方式的話 主要當然我們可以用那個設定格式化條件 其實這個也滿常用到的 只是說你要新增兩個規則 一個規則是禮拜六 一個規則是禮拜天 那如果說我們用VBA來寫的話 其實也OK啦 但如果你用那個設定格式化條件 你要把它變VBA 只要把它錄製下來就可以了 那錄製下來的話 程式其實也不多 我們上次禮拜有練習就是 錄下來程式 那我有講到就是說 錄下來程式基本上 它大概10行吧 我記得超過10行 不過你會發現 錄製具體有個缺點啦 就是說它因為它是記錄你什麼呢 你那個滑鼠鍵盤的動作 所以它會增加很多不需要的程式 這個很重要 上禮拜如果你這部分不太清楚的話 你可以回頭再看那個上個禮拜的影片 其實我大概說明一下 那也就是說呢 以後假設你要把 所有以上裡面做的動作變成VBA 但是你那個程式不會寫的話 其實可以用這個方法 OK 但是你錄下來的東西 你可能還要思考一下 哪些地方其實是可以把它刪除的 或者是可以把它簡化啦 那刪除我記得 我記得我們本來是什麼 Range 好像是A2點Slate 然後會產生一個Selection 我們好像油搖式放在A2 然後Ctrl Shift向右向下 對不對 然後 那這個動作其實如果記錄在聚集裡面 它就是Slate的動作 然後會產生 向右向下那個程式 然後再產生一個Selection 那其實基本上它至少會有三行 實際上啦 如果你自己寫的話 其實你只要寫一個什麼 Range A2 冒號L32 這樣就等於剛剛那三行 OK 這個原理原則就還滿重要 因為我發現 如果你這個不會的話 那你錄下來的東西 你會發現那個 哇聚集實在太垄長了 所以這個滿重要的 那也就是說你如果懂了這一招 基本上你那個錄下來聚集 就可以精簡非常多了 OK 那我是建議啦 有空的時候 你要如果要增加你那個VBA的功力的話 其實只要你工作上用到了 你就把它錄製看看 那一定會產生對應的這個程式 另外的話記得加一下註解 然後呢 盡量多累積啦 不過也許剛開始你看不太懂 用某些物件的名稱啦 不過慢慢其實多累積多看 慢慢你會越來越懂的 怎麼繼續做修改 那我大概示範 我後面還是會示範一些 反正呢 我們只要有機會 就多這個了解 然後慢慢你就比較能夠 知道該如何做修改 那其中的話當然 我們本來寫成像這樣啦 Range有沒有 一個Range 兩個Range 有沒有三個四個 你會發現這個重複啦 那如果你要把它改Vis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物件有沒有 提到上面來 那後面的話就不用 不用那個 那只要加個點就可以了 那結束的話 你會加一個End Vis 所以以後你假設看到 程式裡面有很多這種Vis的結構 你不要覺得很奇怪 尤其錄製劇 我覺得他還滿喜歡用Vis的 但是你說需不需要這樣用 我就覺得看個人啦 你不要這樣用好像 其實也我是覺得你說 反而你用了之後 上面好像變多兩行 但是你沒用的話呢 反而沒有多那兩行 好像似乎占不到什麼便宜啦 所以我是覺得有沒有Vis 倒也不是那麼重要 我自己個人這樣覺得 那你們自己可以衡量 到底需不需要Vis 不過至少你要看得懂 那個程式才是重點 OK 所以你會發現 我們可以用格式化 我先把這個還原好了 然後你看我用這一段的話 格式化禮拜六 格式化禮拜天 有沒有就OK了 那另外的話還有就是 刪除的那個程式 你可以把它錄下來 我記得 我好像錄 然後一樣可以把它執行 不過那一行我好像沒有把它放進來 然後如果你要手動把它刪掉 就是設定格式化條件 這邊有個管理 清除規則有沒有 整張工作表就把它刪掉 那當然我們上個禮拜 後來又把它寫成VBA 所以VBA部分的話當然就是 不過VBA的話 必須要寫兩個回圈 一個回圈是for i 指的是哪一列到哪一列 for tre 是哪一欄到哪一欄 所以以後 假如說類似的概念 其實有點像Ctrl就像又像像 就是這個範圍你先給它 OK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 針對某一個範圍做一些處理的話 通常也會需要用到兩個回圈 當然我好像上個禮拜有補充 就是用for each有沒有 這個就是一個回圈就可以了 OK 不過其實也是取決於個人 OK 你看哪個習慣 因為我各位有時候習慣 有點懶人的寫法 反正以後我就看到 for i 指的是哪一列到哪一列 然後我就跟他講 第二列 然後數到三十二列 藍的話 只要把這個 A改成1 L改成12 那我就把它填上去 有點像填空體 填上去之後的話 那做我們要做的 如果是禮拜六的話 等於1的話是禮拜天 那就給一個字的顏色 這個是紅色 RGB 我上個禮拜講過 紅色的話 那就是第一個數字是最大 最大就二物 那底色的話 就是interial color 有沒有 然後就是紅配綠 所以特別特別注意 字的顏色就是這個 字的底色就是這個 所以以後 假如說你實愛師記不太假 我是建議你可以把這個 拿來當那個 怎麼 你的筆記吧 我是建議 或者甚至 像我習慣是放在雲端上面 好處就是以後 如果你要複製貼上的話 拿來參考 當範本的話 你要找得到就好了 其實我覺得 這不用死背 而且要背的話 也很痛苦 背那麼多東西 所以我是建議 你剛開始可以用筆記 然後可以用範本 然後慢慢你多做 習慣久了之後 你會發現 這慢慢也不用背了 因為我發現很多同學 打久了 就自己會打了 可能連背都不用背 連範本都不需要了 不過可能還是需要一點時間 因為不可能馬上一下 另外的話 只要牽涉到color 像我後來 其實color 能夠牽涉到color的方法很多 但是我覺得 程式真的啦 山去法 越少越好 計RGB就好 其他不知道沒關係 因為其實還有別的方法 別的方法的話 我是覺得好像沒這個簡單 所以我建議以後牽涉到顏色 只要是VBA裡面的顏色 那你就用RGB就好了 雖然有其他的方法 但是我覺得你不知道也沒關係 可是坊間的書籍 它會羅列很多種 但說真的你記那麼多種幹嘛 做得出來才最重要吧 而且其實說真的 程式像我後來慢慢發現 越簡單越好 不要寫得那麼複雜 而且不要今天寫這種方法 明天又寫另外一種方法 後天又寫另外一種方法 那說真的你要記多少種方法 對不對 太累了吧 所以我跟各位講 以後只要牽涉到color 你就記得用RGB就好了 RGB規則也很簡單 另外如果你不知道後面的數字的話 我講過嘛 你可以從常用裡面油漆桶 其他色彩嘛 繼續挑一個吧 看你要什麼 這個顏色你就製定 這邊顏色就出來了 填空蹄就會了嘛 所以你要拿多少顏色都有啦 也不會說這個不漂亮 只是說你要怎麼去彈性的去使用 這一點蠻重要的 所以上個禮拜其實程式 這個是禮拜天的 那禮拜六的話就是一個什麼 字是深綠色 淺綠色有沒有 至於怎麼查 我們上禮拜也講過 所以請各位自己再去了解一下 然後呢 再來好像發生一個bug 就是 資料好像有一些資料是有 就是有空的 像這個地方 我們好像卡在這個地方 因為它裡面是空的 所以如果你把資料 丟給它判斷的話 它會出現錯誤 因為weekday如果你丟一個空的 它會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而發生錯誤 所以後來我們好像在外面 再包一個什麼 包一個邏輯判斷 這個邏輯判斷 主要是判斷是不是空的 是空的那就跳過吧 所以我們這邊有個邏輯 就是當它不是空的 才可以進來 所以這個概念很重要 因為如果你懂得會寫回圈 加邏輯判斷跟各位講 其實大部分資料處理就很夠用了 所以以後你會發現 很多程式寫來寫去 第一個一定會看到回圈 因為要重複做 第二個的話一定要邏輯判斷 做什麼事情 邏輯判斷的話當然有所謂的 一重邏輯 還有兩重就是多一個else 甚至還有多重邏輯 多else if OK 我們之前有做過 台北市那個 柏輯判斷的按鍵裡面 不是有else if 那就可以讓你多重去篩選條件 你可以把那些套進來 其實可以做非常多的事情 就夠用 很多就夠用 OK 那當然呢 你還可以把它改成forage 不過這個的話 我是覺得看個人習慣 那以我的想法是這樣 人的程式不需要記太多 最好是記你記得起來就好了 至於說forage你不會也沒關係啦 反正暫時也夠用了 但是我是覺得forage可以加減記一下 因為以後 尤其是兩個回圈 那如果裡面還要再跑一個回圈 那不是三個回圈 不是頭太暈 所以forage這個還滿好用的 所以這個我建議可以稍微記一下 尤其是某範圍的比對資料 這個其實就還滿不錯的 所以這個我想各位可以稍微再 稍微了解一下 上個禮拜有講到 所以上個禮拜最後是講到格式化 有沒有 禮拜六禮拜 還原的話就是用range就可以了 所以最後我跟各位講 如果你要還原的話 不需要再跑那個範圍回圈 因為它其實都做一樣的事情 所以你一樣只要怎麼樣 給它一個range 然後呢 顏色是什麼 黑色 沒有底色就ex or not 有沒有 那這樣的話就等於是把它還原 所以上面這一個是把顏色加上去 下面這個兩行 其實就是還原而已 大概這樣而已 OK 程式雲端上都有啦 所以你只要把它熟練之後 我是建議啦 常常用就不會忘記了 所以一定要看看工作上 有沒有可以用的地方 我相信絕對有 而且太多了吧 OK 而且如果你懂得把這些東西放在工作上面 我覺得是太好用了 而且事情真的很簡單又快速 然後呢 相對的又很有成就感 OK 何樂而不為 而且現在說 誰會希望你慢慢來 東亞是要多久 馬上給我 對 然後人家說你緩緩緩緩緩 對 不急不急 哪有這種工作的 不急不急 一定是很急很急的 怎麼可能不急 OK 火速嘛 每個人最速見 每個人都跟你要東西 每個人都很急 哪有人要說不急的 OK 只有我們會 我們會跟 像好像我請助教幫忙做事情 然後他忘記了 我還是很客氣說 不急不急 對不對 再客氣一下 OK 那最後的話就是什麼 再來就是插入那個空白裂 有沒有就像這樣 然後刪除空白裂 OK 這上禮拜寫的 不過各位有沒有發現 我這邊旁邊有加按鈕 但是他會變形有沒有 為什麼變形呢 還記得吧 就是說因為他會隨除存格 而改變 所以如果你不要讓他改變的話 那你可以怎麼樣 把這幾個按Ctrl鍵 選起來對不對 然後按右鍵 物件的格式 然後選擇哪一個 還記得嗎 摘要資訊 大小位置不隨除存格改變 有沒有 OK 這個滿重要的 因為 常常有同學最後加了按鈕之後 他就亂跑 為什麼 因為這樣插入這個空白裂的時候 因為裂的高度會調整 他就變形了 所以不隨的話 按確定 記得喔 按Ctrl鍵可以多選 選完之後按確定之後 那我們再插入看看 你會發現他就不會變了 有沒有 穩如泰山 OK 刪除的話呢 他也不會改了 OK 所以這個 順便可以再把它加 那最後啦 其實我這兩個按鈕其實是 沒有講 上禮拜沒講的 但是很重要啦 所以順便補充一下 這個程式其實雲端上也有啦 這個程式的話 我是把它放在 我們雲端白板上面的這邊 年曆清楚 在這裡 第十五頁喔 這邊年曆清楚 跟年曆 那年曆的話呢 其實就是把之前做的動作 包含什麼呢 每個月的第一天 那每個月的第一天其實是丟一個公式 丟什麼公式呢 就是E day 有沒有 E day喔 然後呢 把它丟過去 然後呢 再來產生每個月的 每個月的 就是底下的加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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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做邏輯判斷 然後呢 最後再格式化 所以喔 我demo一下 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年曆清楚啦 清楚的話 其實就很簡單 把這個範圍的資料全部清空 但是有個問題 要留下第一天 所以其實我是把第一天先存在一個變數 清完之後再把它放回去 所以這個年曆清楚 有沒有 有第一天的日期 然後呢 按下年曆的話 其實第一個會跳出一個叫Input Box的東西 這Input Box 你跟我講一下年曆 你要哪一個年份的年曆 那我自動幫你做完 OK 比如說我要2020 今年啦 2022 好 輸入完畢之後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喔 他就會把剛剛做的 E把每個月的第一天 每個月的其他天 然後格式化全部做完 全部做完 批次做完 按確定 有沒有發現就全部OK了 那當然喔 這個也就是說 VBA其實可以不需要一個 只做一段 實際上就是說你做好每一段每一段之後 最後可以有一個重點 就是說呢 你可以把這些有沒有 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也就是比如說你先寫什麼 寫每個月的第一天 比如說我先把它還原給各位看一下 你可以怎麼做呢 先寫每個月的第一天 有沒有 每個月第一天 然後呢 第二段呢 再寫什麼 每個月的其他天 然後呢 再做什麼 格式化 格式化就 我格式化放上面這裡 然後呢 這樣子的話基本上就完整 最後如果說你要把它整合在一起的話 那其實就可以再增加一個sub 叫做年曆 那年曆其實呢 主要其實就是呼叫那些sub而已 所以喔 我剛剛寫好上面這個對不對 那如果年曆要呼叫它怎麼做 前面加一個call call它就可以了 所以它產生每個月第一天 再call什麼呢 每個月的其他天 然後再call什麼呢 格式化 這樣不就OK了 那如果你要再很多個 你就全部把它call 一直呼叫嘛 那這樣的話呢 一整天的事情 全部通通都可以讓你完成 那至於你要怎麼安排 你那個程式的run方法 其實喔 這個的話當然就 沒有說一定要怎麼跑 有時候其實還是 彈性很大 只要看你工作要怎麼run 那這一段裡面的話 我是覺得 就是這兩段程式 還蠻值得說一下的 比如說什麼 第一個 這個input box有沒有 把這個清除 清掉對不對 然後呢 這裡的話第一個 input box 它就會跳一個輸入的地方 那其實我只要輸入年份就好了 那再來 這個地方其實是用這個東西 叫input box 所以將來各位可以試試看這個東西 還蠻好用的 它會跳這個東西 所以這個東西的話 就是叫input box 不過呢 input box 有兩種 一種的話 前面沒有加application 一種是有加的 那你想說 老師你為什麼這邊 多了一個application 點input box 跟各位講 這邊的話有一個很厲害的地方 就是後面有加一個type 等於1 等於1 那這什麼意思呢 如果你等於1的話 意思就是說 這個格子裡面呢 只能夠輸入數字 如果你輸入非數字 像有些前輸入年份 它就會給你打一個 中文的 2022好了 比如說像這樣 那這基本上不是數字啊 那如果不是數字的話 你會發現 因為type等於1 所以呢 你如果按確定的話 它會怎麼樣 它會出現不正確的數字 也就是說呢 這邊有一個簡單的 防呆機制 它會檢查一下 你輸入的資料 是不是數字 如果不是數字呢 它就會跳出這個警告 那你一定要輸入是正確的 2022才可以 所以按確定 然後它就幫我把所有的事情 跑完了 OK 那你如果不太清楚的話 有個方法 你可以按F1 一樣啦 它會跳一些相關 F1的話就相關說明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application.input box 它跟input box 最大的差別 其實就是 剛剛提過的這裡 其實註解裡面就有提到 1的話呢 type 冒號等於1的話 那就只能輸入數字 如果是2的話呢 那就是文字 OK 那如果4的話比較少 2或false 其實就0或1啦 其他的話 4一定是參照 一定要range OK 然後16 不過這比較少 一般是1跟2的機會 會比較多一些些 OK 只能夠輸入數字 那就用1 如果只能輸入文字的話 那你就用2 OK 那另外的話 我是覺得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 這裡 假設說我要什麼 每個月的第一 比如說每個月第一天 比如說我這邊 執行 然後2022 好了 OK正確的 然後再來的話呢 我要每個月的第一天 每個月第一天 各位還記得吧 這裡的話 我們假設輸入公式 可是之前輸入公式 是由上往下 那現在的話 是由左到右 另外還有個問題 各位沒有發現 我這切過來 它的變化怎麼樣呢 基本上 不是數字的變化 不是A2 2變3 而是A變B B變C C變D 一直到什麼呢 到K 所以這就比較麻煩了 那假如說 你是數字的話 你可以加1 就OK 可是如果你是文字的話 哇 那就麻煩了 那我要的是什麼 把這個A到K 放在這個位置 讓它變成一個變數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做 OK 所以請各位可以試試看 就是上個禮拜這個地方的延伸 你可以把資料先清掉 然後呢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 寫一個什麼呢 寫一個程式 每個月的第一 你也許每個月的第一天 然後把這個地方 把它寫出來 該怎麼做 你們待會兒再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OK